各位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四 也是10月13号 当地新加坡时间是11点32分 那昨天在华尔世界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动作 基本上行情有尝试要涨 可是呢还是跟前天一样 基本上呢是没办法维持 都是基本上呢 行情的是在等待今晚的那个美国消费者指数的一个公布 那当然市场是预测可能会整个年度的那个通膨涨 通膨的那个率呢 可能会降到8.1% 之前是8.3% 这变成了这个市场有一个期待 如果今天公布的数据呢 没办法把这个那个美国消费者指数给压下来的话 肯定呢行情又会再跌了 因为呢主要是因为大家认为 如果是这么多个月的一个 调整利息呢那个力度的没办法 有效的把那个通膨给压下来的话 肯定呢美国央行呢 美国联邦储备金呢 肯定会在大力的在下一个月的月初的时候呢 肯定会大力的把利息给调高 所以呢这个也是市场被比较关注的一件事 所以整个市场一个一整个礼拜呢就在盘 就要等待今晚8点半的一个公布 所以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点 那对刀琼来讲呢 他目前呢还没有突破9月底的那个低点了 9月底的时候他来到28,725点半 那个点数 昨天来到昨天币市价是29,210点 这变成目前来讲很靠近很靠近 那个9月底的那个低价 如果是突破的话 就造成了跟那个S&P500跟那个NASDA一样 就是突破了今年度最低的一个价位 所以呢这个短期里面还是有得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目标 对我来讲呢 应该是要往那个27,000到25,000的那个水平迈进 如果是这样的话短期里面还是有点可以空的一个空间 可是呢当行情来到27,000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再追盘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反弹 或者是一个扭转的一个现象 因为目前呢欧洲面临的是一个债务危机 再来的话就是他的证券市场已经沉不过气了 因为经过三个月的英国那个减税的增测之后呢 露出了那个欧洲 特别是英国的那个债券市场的一个 弱点 导致那些主要的那个退休金呢 基本上是已经撑不住了 那需要英国央行呢 进场来做干预 所以英国央行 央长也昨天有星期二也有公布 就是说他给这些这些养老金呢 到这个星期五来去整理他们的 应该要做的一些 该砍的就砍 该平的就平 就是说呢他们的仓位可能要做调整 因为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 有可能这个英国央行可能就不做干预 或者做干预的力度也没这么强了 所以呢变成这个道成的现在市场呢 主要是在看欧洲 特别是英国跟欧盟的那个债券市场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崩 崩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股市 因为呢全球的金融产品呢 全部是有连接性的 所以也一二再三如果倒的话呢 肯定会来到美国 他如果美国也倒的话呢 肯定会流到全球各地 所以呢我们面对 目前这个月份最困难的一件事 就是巩固那个债券市场 特别是国债 我们看看那个S&P500 S&P500也是一样 我们昨天有讲过 就是有突破 那个9月底的低点来到最低 今年是3568.45点 这个是现货 当然昨天没有突破 可是呢也是没有反弹 这变成呢这个行情的短 长期来看呢 中长期的那个路线呢 应该是在继续的下滑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会往那个3150到那个2825的那个水平那边迈进 OK 同样的以目前的价格 还是有一点空间可以做做空 如果有稍微有反弹 如果今天呢 市场呢 公布的数据之后有一个反弹的话 基本上是给我一个机会 再继续的做反 就是做空 可是行情一当靠近3000点的时候 就要开始小心了 不要再追盘了 那个纳斯达100也是一样 纳斯达100在前一天呢 就是星期二的时候呢 也突破今年度 今年度最低的一个水平 就是1716.33点 这个也是今年度最低的一个水平 接下来呢 可能会往那个8000点 或者是最不乐观 那就是6500点迈进 你目前来讲 还是这个这个金融股 目前来讲是比较脆弱 因为呢 美国实行的那个cheapfall的那个 那个政策 就是全部呢 在那个半导体的那些公司呢 限制他们技术也好 货物也好 也不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变成的这个是对美国 全球的那个半导体的公司呢 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冲力 导致的那个科技股呢 就大 大跌 就变成了这个可能会导致 那是大一般呢 也可能会继续的下滑 我们来看看亚洲环 今天呢 香港指数呢 还是没办法谈 就是呢 星期二的时候 星期三对不起 昨天的时候来到 今年度的一个最低点 来到16438.6点 也是今年来看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我们看看远方 我们看看月图吧 OK吗 看看月图一下 月图呢 已经差不多要来要突破 那个2011年10月份的一个低点 那个价位是16,170点 如果这个价位撑不住的话 我应该认为撑得住的那个机率不高 OK 因为他上个月9月份刷下来 那个力度非常非常大 导致的这个月呢 还是没办法反弹的话呢 突破这个16,170点呢 这个是应该是迟早的问题 接下来比较有可能会撑这个市场的 应该是12,000点 OK 这个12,000点 就如果是来到那个11,842点的话 就是等于呢 来到1997年 香港回归在回归的时候那个价钱 就是11,842点 所以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价 一个状况 总之呢 大家肯定是要注意定盘的 那今天早上呢 那个上海中复指数呢 也是有一点有反弹的一个现象 之前也跟大家讲了 我的短期的一个目标呢 是在3,026到2,953 那昨天呢 行进来到2,934.09 就今天就开始 然后就有收盘的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今天早上呢 还是继续的反弹 我们来看看60分钟图 到底这个反弹的力度蛮高 是不是对 相比的话 我们看 最近呢 行情一直跌一直跌 所以昨天的那个反弹相比的话 你看跟别的那个 那个K棒呢 相比的话 昨天那个涨幅呢 是比较大的 所以变成了今天继续的 继续的反弹 这个是短期里面 应该是好现象 可是呢 如果要成功的越过3000点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短期里面 可能会往3000点的那个水 有没有 现在已经在三点了 我就说3100点 3100点的那个水平呢 可能会去挑战它 可是呢 成功的比例 应该是不会太过高 OK 我们来看看那个日经嘛 日经今天早上还在继续的下滑 已经下滑整个礼拜了 从星期一开盘就一直跌 一直跌 跌到现在不是星期 星期他休假 星期二一开盘 他就一直跳空 然后呢 就一直跌 跌到今天早上呢 那个低点是26,244.9点 是目前的这个也是 这个月份里面呢 比较低的一个价位 可能呢 会往那个25,621点 迈进 这个呢 就是他 9月底的一个低价 OK 这个如果突破9月 9月的低价的话 就肯定是往那个24,681点 OK 买进这个呢 比较 比较要注意的一个价位 来我们看看美元对日币 昨天呢 有突破146 现在目前呢 早上呢 早盘的时候来到将近147 那之前都有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呢 这一次呢 日本亚伤应该不会进场干预 果然是如此 因为他没有进来 他只是口头上的一个警告 就是说呢 这个日币呢 变得太快了 这个是我们会 可能会采取行动 可是呢 他实际上有没有行动 根本没有 可能他会在160的空间里面 再出现 那从目前的147到160呢 基本上还是有一个1300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他上面的空间是蛮大的 来短期里面呢 因为他的央行的政策没有改变 就是大量的要把那个 日本债券的那个 规筹率给压在0.25以下 那变成呢 他可能会 就是很明显要牺牲掉他的货币 所以呢 也没办法去埋怨 因为呢 他的政策 跟全球的央行的政策 刚好是相反 我们来看看英镑 英镑呢 昨天呢 还是有办法访谈 之前有跟他讲 唐琴呢 从1.03 0357吧 反弹到1.1495呢 基本上呢 这个回调呢 在50%的那个 那个空间可能会有资争 果然是这样子 昨天呢 唐琴来到1.0923 就是 这个 回调的那个50% 开始有一点反弹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我之前有跟他讲 这个 这个 这个反弹呢 从1.0357呢 他看起来好像还没完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可能还有 会有一个涨幅 到 理想的话到1.2060 如果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发展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在这个 比较高的价位呢 去继续的空英镑 短期里面 我们还要继续的观看 因为呢 英国的那个 债务的那个 危机还没有过 导致呢 我们还要继续的观看 OK 啊 欧元呢 基本上呢 还也 也稳住脚了 昨天呢 也没有创新低 来了 最低的 0.9667 668吧 OK 基本上已经回调 百分之大概有 80这么多了 所以 没有 应该有70这么多 所以变成呢 短期里面呢 他能称不得 称得住吗 应该是 还是个位置数 我认为他跌的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点点 OK 如果是英镑开始稳住可以反弹的话 他可能会带动欧元 可是呢 他大致上是 这个市场是一个熊市 基本上是我们要找机会去空他 你目前这个价位适合空吗 我认为 在观看嘛 如果还有比较高的一个价位 我们觉得空 在靠近一块钱的那个水平呢 肯定是比较理想一点点 但是短期里面我也没有仓位 奥币呢 奥币继续的 昨天呢 再继续跌 跌到 6毛2 0.6236 也是昨天的一个最低点 也是今年度最低的一个价位 我们来看看 他的长期的一个看法 我们看月图吧 月图的看 最靠近的一个可能会支撑的一个 价位呢 可是 是6毛钱 再来的话是5毛5 5毛5呢 就是2020年 2020年就是那个 那个所谓的 最低点 OK 也是那个疫情爆发之后呢 他们跌到 5毛5的那个水平 这一次呢 可能也会往这个5毛5的那个价格呢 可能会再挑战多一次 因为呢 英镑那个美元 长期的一个走 走势呢 应该是还会继续走强 导致全部的货币呢 肯定是会下滑 包括澳币 来我们看看 看看别的商品 来看石油 石油昨天有在这个 50%的价位呢 对 50%的价位呢 有撑住了 昨天来到86块2毛8 这个价位呢 这个50%的价位 距离呢是85块左右 我三笔做多的单全部成交 以目前来讲还是属于一个 亏损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已经把 这种放进 挂进去了 所以呢 顶多顶多 这一次就不赚钱了 可是长期以技术 以那个大盘的一个分析来看呢 应该是石油价格还会往上走 我对石油价格呢 其实呢 我去长期来看是一个 比较牛的 我认为130块点五毛钱 这个不算什么 应该是明年会突破 可能还会突破 200块一桶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长期的一个看法 所以呢 你目前这个90块以下的一个价位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做多 就算不成功的话 我还会继续的 继续的找价位 再看看能不能再比较低的一个价位 再继续的做多 黄金也是一样 黄金昨天呢 也没有涨 OK 最近呢 行情都比较淡 没有涨的一个状况 其实大家都在等今晚的那个 那个CPI的空步 所以呢 大家就在盘中在等待今晚的数据 是否是与市场的那个预测是8.1%的一个水平 再低一点点 如果有的话呢 肯定呢 这个这个市场还会继续的下滑 同样的 我已经做多了 已经我我做多的那个价位 已经大概有一个礼拜了 全部都是还在亏损当中 可是我要继续的观看 短期里面呢 如果是美元不下滑的话 这个黄金要涨的一个可能性 其实是有一点挑战 可是我是以长远的一个角度来看 顶多这一笔又再不成功 我们再试试看 OK 这个就是现货黄金的一个走势 OK 赢呢 昨天呢 还是继续的跌 跌过19块 OK 所以他的跌幅已经跌了 将近有超 将近要有两个礼拜了 所以变成的他短期里面 还没办法撑住 可能还会来到之前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基本上是19块 18块3 OK 18块3到那个下面的15块 16块吧 OK 16块到18块3的那个空间呢 可能会这个之前认定的这个 目标的空间 可能会再继续的来多一次 目前呢 我在赢的部分也没有仓位 OK 好了 我们先看看那个虚拟货币 昨天呢 也是没有什么大波动 基本上还是在继续的下滑 我们来看看他的60分钟图 OK 这个是比特币 比特币有来到突破19,000 来到18,853块 然后呢 这个有反弹 所以呢 可是他的反弹力度真的是有限公司 没办法反弹到回去2万块 所以他离开2万块这个水平在这边 是有 是有点距离 短期里面应该是还是在等待 那个主流的那个金融产品 特别是美国股市是怎么走 就是今晚的那个反异是怎么样 OK 这个呢 以太郎呢 可能会继续的往下滑 我的看法是 都一直来都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呢 我认为 还可能会来 还会来个跌幅到 1180块 这个呢 是长期的一个 一个看法 如果来到这个真的是发生的 这个行情再跌到 1180块 那边呢 就开始危险了 就是呢 不能一直在追了 短期里面 我也没有仓位 因为在这个比较低的价位 我是有点不乐意 也不愿意做做空的这个动作 我相反的话就在等 如果真的是有一波刷下来 把全部的多段给消化掉 那可能那时候 还是进场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我当然目前呢 还是在观看那个阶段 OK Ripo今天早上呢 就是还在接 昨天跌 今天跌 就是每天就在跌 现在目前来到0.4651 目前也是一个比较在等待 等待10月18号的 他跟那个美国的监管局 打了那个官司的结果 所以呢 也不用等他久 下个礼拜就应该落实了 别的币 我们看看 Cardano 与今天呢 还是在继续猛跌 从这个历史的价格看 这个是一个创新低的一个 一个记录点 来到3毛7 所以呢 从他发币 发币到目前呢 都一直在跌一直跌 OK 他顶多来到1块7 1块6毛多吧 OK 所以目前这个Cardano呢 是属于是个比 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画面 所以呢 以Cardano来看呢 肯定会带动别的币呢 继续的下滑 OK Solana呢 根本是没有看头 B&B也是在佛中 也没办法把它给压下来 也没办法把它推上去 目前呢 是在一个横盘的一个阶段 OK Sandbox Sandbox呢 基本上要突破 这个发币之后呢 这个最低点 最低点呢 是0.7309 今天最低点是0.745 可以突破吗 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 OK 宇宙币嘛 也是没办法涨太多 OK 宇宙币基本上是在盘的 全部的币都是差不多一样了 OK 在等待今天晚上的那个 消费者指数的一个公布 那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为止明天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拜拜